這大過年回家 怎麼這麼大火氣啊 不知道這算了 這麼大 你插這個火氣大 我等一會兒 等半天了那啥才就那啥 視頻中的一幕發生在1月16號晚上10點20分左右 在煙臺開往加姆斯的快1392次列車上 兩名男性旅客在車上大打出手 民警立即趕到現場對兩人進行勸阻 一次列車撐警啊 過來處理你們的問題啊 春運大潮中 能夠在一趟列車上出行 本是一種緣分 這倆人為何要在車廂內大打出手呢 暫時放在了車廂過道上 因為其行李擋道呢 阻礙了另一名男子徐某經過 二人呢 便因為行李擋道的問題發生了口角 發生口角之後 兩人越說越激動 很快便上升成肢體衝突 陳某用右拳擊打徐某面部 同時呢 徐某也用右手鑽拳擊打陳某面部 隨後二人撕打在一起 通過車廂內公共視頻可以看到 兩人撕打在一起後 有旅客在勸架 不過 脾氣火爆的徐某並沒有罷手 在二人撕打的時候呢 陳某已經沒有這種還手能力了 但是呢 這個徐某想發現自己心中的這種不滿 依然連續用右拳擊打陳某的這個面部 導致陳某呢 面部多處損傷 口鼻出血 經過民警勸說 兩名男子終於恢復了冷靜 但這場衝突造成陳某左眉處腫脹 左眼角瘀青 右眼腫脹瘀青 口鼻出血 另外一名旅客徐某 右手小指腫脹疼痛 哎呀 這怎麼呢 好了好了好了 都別這樣了啊 都先跟我走吧 經過了解 在車廂內打架鬥毆的陳某和徐某 都是在滋博站上車的乘客 在上車前 二人並不認識 對於在車廂內鬥毆的事實 兩名男子都供認不諱 快1392次列車到達山東省德州火車站時 民警將陳某和徐某移交給德州站派出所 德州站派出所依法對陳某處以行政罰款500元 徐某毆打陳某 導致陳某傷勢已經構成輕傷 徐某呢 被天津鐵路公安處刑警支隊 以故意傷害依法刑事立案調查 是有明文化的作為人特區 主秘密集 又有明文化的審查 凡致す 密集結束 疾沙咪 053 可獲